好,我们今天开始上手风琴第二节课 第一节课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手风琴的构造 手风琴的简单的,一些基本的弹奏出击的方法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手风琴的演奏方法 首先还是看那个视频二啊,我的这个Base这方面 上次没有把这个镜头对准的Base 那么今天把这个Base看清楚一下啊 那有的同学说了,我要找这个一和弦,怎么样来找呢 我把上下列再稍微重新一下 整个的Base这么多,这么多的Base 那么我弹的时候呢,要上下摸一下,摸到第一列,第二列 第一列,第二列,第二列竖着往下一摸,摸到有一个带扁坑的一个Base 这个Base就是我们说的一和弦 也就是C和弦 这个时候把你的四指放在别坑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三指放在它后面 也就是说它斜着的这一排,第二个音 第二个Base 这就是一和弦的大和弦 然后再往后面走 然后后面这个,后面这几个Base是干什么呢 这是它的主音Base 这是它的大和弦 后面这个隔一个的是它的小和弦 也就是说C小和弦 再往后就是七和弦 鼠七和弦 第七和弦 再往后最后一排是减七和弦 减七和弦和鼠七和弦 在我们的初中级里面用的是比较少的 而鼠七和弦会用到 但是减七和弦很少会用到 在高级曲目里面会偶尔用一下 那么还是把这个手四指和三指放在了Base上面 然后双手一起抬下去 这是一和弦 然后在一和弦的基础上 把手保持住这个手型不变 也就是三指缩在四指后面缩一点 往上平行的一高一排 这就是五和弦 也就是我们说的G和弦 两个音一起弹下去 好 再回到一和弦 一和弦的下面一排 斜着的这一排叫做四和弦 也叫F和弦 一起弹一弦 同学们在家练的时候呢 先找到这个Base音双音一起弹下去 然后双音练好了以后 再开始练它的分解的Base 也就是说四指一下三指一下 这是四二排 四三排 四指一下三指两下 四三三 四四排 四指一下三指三下 四三三三 先听一下四二排 一和弦五和弦 回到一和弦 四和弦 回到一和弦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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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回到一和弦 弹完了以后 风箱有的时候是开的这个状态 然后摁住侧面的一个气门 有的琴是白色的一个小啾啾 它可以摁住 摁住了 摁住了以后把它摁回来 冲下去可以没生气的时候 知道 这节课是学习手风琴 然后加上右手的配合 看一下啊 我右手的这个键盘 两个黑键 上面的第一个白键是D 然后再往下走 两个黑键 上面第一个白键是高音D 再往下走 两个黑键 上面第一个白键 紧挨着它最近的一个白键 是再高音D 那么我们从中音D 开始 只弹这五个音 一个手指都是一个琴键 一二三四五 回来 这是五个基础音 是音阶里面的抖着密发烧警音 另外弹琴的姿势啊 我发现我在老梅大学上课的时候 有这样几个问题 不知道我们镜头前面的同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提出来如果有的话可以要改正一下 弹琴的时候看到我这个胳膊肘了没有 胳膊肘不是这样使劲夹着的 也不是这样开的太狠的 是稍微打开一点点 让自己这个胳膊肘稍微轻松一点 这样抬起来 放在这个琴键上就可以了 你这样弹的时候 手指是垂直的正对这个琴键 不能够弹成跑到外面去了 然后再弹到外面又跑到这边也不行 手指如果我从上面 跑动到下一个 跑动到最下面的琴键 手指是平行的 这样下去 让你这个手臂的张开有这么一个度 不要这么夹着弹 也不要打开太开了 打开太开了 肩膀时间长了会有点疼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我回音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左手的贝斯加上了 左手的贝斯还是找到这个一和弦的贝斯 找到带点声这个 走人密发搜我们不换贝斯了 全程只用这一个贝斯 听一下 如果我弹的是 我去用四四台来做一个吃饭 这是左手贝斯和右手音阶的配合 当然我这个一个贝斯呢 听到声音有的地方不好听 但是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是指电一个贝斯 今天开始这是上节课的内容 好今天的内容 我们把左手的贝斯延伸到四和弦和五和弦 再听我弹一下音机啊 跟刚才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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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比刚才只有一个贝斯的声音要好听一些了 因为左手的贝斯的和弦和右手基本上可以配得上 那现在我把这个左右手的配合讲一下 弹多的时候左手弹一和弦 配的是一和弦 或者分解和弦 弹R的时候左手向上一排弹G和弦 也就是五和弦 分解和弦 弹这个时候左手回到一和弦 弹8的时候左手向下移动一排到一和弦的下一排的贝斯 这个是四和弦也叫F和弦 收的时候再回到一和弦 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没有明白的同学可以在聊条文这边打出来 打出你的问题来 好 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 抖热鸣发送这几个音 回来的时候 贝斯是一样的 五和弦到四和弦 一和弦 五和弦 回到一和弦 这是一个练习 这样我们现在 我速度慢一点 我们来多弹几遍这个练习 多弹几遍这个练习 有琴的同学跟我一起来 你们可以把画面打开 可以让我看得到你们的弹奏的这个方式 有琴的同学可以把镜头对着琴 跟我一起速度慢一点 很慢很慢的速度 我会非常非常慢的 一二 一备 起 三四 左手五和弦 回到一和弦 四和弦 再回到四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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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遍再来 三遍再来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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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四 五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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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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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9 9 有一位同学的那个琴我看不到 你可以把镜头稍微调得低一点 这个练习练的时候呢 多练几遍,连续不停地多练几遍,慢慢慢慢就掌握了 如果要是觉得我实在是练不下来的话 就是按照我一开始的那个方法,只练一个和弦 就是抖刃笔发手,从头到尾就只弹那个左手的一和弦 这个一和弦弹熟了以后,再慢慢的再加一个五和弦 然后慢慢的再加一个四和弦,这样来做练习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曲子 大家把那个我上次发的谱子里边有一个悄悄话 悄悄话,有没有这个谱子 悄悄话这个谱子 这个曲子是我编排的这一套教材里面最简单的一首 是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一首,先听一下 先听一下,左手只有一个贝斯 而且连后边这个和弦音都没有 只是四指弹音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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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首曲子 首先我们来看看左手,左手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贝斯 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啊 左手,左手,左手,左手 空 叩 空 空 空 叩 空 空 叩 空 空 叩 空 叩 空 空 叩 空 空 叩 空 空 空 叩 空 空 空 从头到尾就是只有这么一个贝斯 没有找到普赞 我上次发到那个 在这里怎么发呀 我试一下 我没有用过这个 怎么办 我发到这里了 大家能不能打开 点击好像是可以打开的 就是后来进群的同学 可能没有那个谱子 我回来我再发一遍 在那个微信群里面 我发过谱子的 好来看右手 右手唱一下 一小节四拍 一二三四 空 一 一二三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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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看到这个谱子吧 好 我们单独走一遍右手 单独是一遍右手 把第一拍这个空拍唱出来 第一拍是空 咪二手 手放好 手放在左人密发梭的位置 手放在这个位置 放好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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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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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背 起 扣 阿 扣 阿 扣 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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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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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看不见吗 我刚才在这个留言里面 在这个聊天里面发的这个谱子 看看能不能打开呀 我点击了可以打开 我刚才发在这个 发在这个聊天的框里面的 嗯 没看见 再发一遍 再发一遍 现在看有没有了 在聊天框里面 看到了吗 啊 发回来我在群里面再发一遍 今天先这样跟着来唱 嗯 先跟着来唱 然后跟着视频来学 我回来把谱子我再发到群里面 好 现在把右手和左手一起结合一下 这个不是双手同时的 这个这首曲的简单上在哪呢 先是左手 然后是右手 左手第一拍 右手空拍的时候 左手的第一拍的这个贝斯就下去了 也就是说你右手第一拍空拍的时候 左手是 下去了 所以一二三四实际上是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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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小节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慢慢慢慢来一遍 把四指放在多的位置 右手一二三四五 放在左人密发松的位置 好 我来说直法啊 左手背 齐 左 咪 咪 咪 一二小节一样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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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跟得上啊 为什么还看不见这个谱子呢 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注意看大屏幕我的双手配合 左右 右 右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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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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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来配合的 左手一下 然后右手后部人间 左手一下 右手后部人间 再来一二 背 起 一 左 一 左 三 二 左 三 二 左 左 一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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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的有问题吗 好 我们连续 连续 我做一点 连续五遍 我不唱了 一 二 预备 起 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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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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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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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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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好 第三点 一 二 背 起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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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起 第五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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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难吗 这样练习的话 我们觉得难不难呢 可以跟得上吧 是不是大部分都可以跟得上 就是在这个曲子 悄悄话这首曲子 比刚才的阴阶练习还要简单一些 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 看一下布谷鸟 有没有布谷鸟这个谱子 这个我也再发一下 这个谷子看得到吗 布谷鸟 在这首曲子里面出来了五合弦 左手出来了五合弦 一二三 一二三 然后手指在下一小节快速的向上挪一排 五 再快速的挪回来回到一辈子 然后又是五 五 一一一一和弦的注射和弦推回来三拍 先听一下啊 这个曲子和刚才那个曲子有一点一样的地方 前面是第一拍空拍 这首曲子是头梁小节是最后一拍空拍 但是空拍的时候左手是不空的 左手我们还有一下 好 听一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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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好 听一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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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来像我刚才那种情况 但是出去的时候我算计好的是两个小节出去 然后两个小节回来 但是这个回来的时候两个小节还没有弹完 这个风箱就到头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 嗯 拉这个风箱的时候要计算一下风箱的 那这个能拉开多长的这个距离 计算一下 如果你这一句拉的过快了 或者推风箱的这个动作太使劲了 那后面那个刀就不对 就不够了 来 到最后稍微有一点尾音 没有声音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啊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回来的时候就要控制一下你这个风箱的形成 然后下一小节的时候 无必等这个风箱全部都关上了 往外走 再回来 再回来 这个风箱的拉开的距离是你的手来控制的 这个是可以控制得住的 如果要是觉得很 这个控制不好的时候 那你就 开始拉的时候 把这个风箱稍微打开一点点 再往前走 把风箱的这个拉开合计算好了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好 再来看这个曲子 两支手合的时候 要注意 走 空拍的时候 左手还有一下 我们先来和同两个小节 右手收 右手收对着左手的E bass 第二个音 右手me对着左手的三指下去的 就是这个音 对着三指下去的和弦音 然后最后一拍 右手空起来 左手还有一个和弦音 第二小节 第二个音和第一小节一模一样 右手me左手 第二和弦音 第三拍 右手空起来 左手一个和弦音 这样听不出调了对吧 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这么慢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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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小节稍微熟了一点以后 我们要稍微加快速度 慢练只是做这个练习 但是要歌曲性的话 还是要把速度 稍微加快一点一点 三 一 过起来 三 一 过起来 第三 二 一 一 一 四 一 二 是不是就重调了 曲子是这样练的 一定要慢练 非常非常慢地来练 两只手的配合要很慢 我们继续往后面走 把左手向上移 移到五和弦 然后这一句弹完了以后 向下移移到一和弦 用手放好 一二三起 这贝斯打得很沉 让你们能够听得很清楚 再来一遍 把第一行的四个小节加在一起 连起来 变一下 还是用刚才那种贝斯的方式 把贝斯打得沉一点 听得清清楚楚的 一二三 哎呦 稍然对不起 它这个屏保总出来 一二三走 重拍五和弦 五和弦 又和弦 回到一和弦 一二三 第二遍接来一遍 翻一个再灵 共拍请来五波旋 再来一遍 第二号 左手五合弦 连续两个五合弦 咱们走一遍左手 注意五合弦到一合弦的变化 手指平行的向上移 一二三走 再来一遍 背提 一二一合弦 一八三二三 加上右手 准备 一二 起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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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学完 我们这个曲子就学完了 最后一行 真的某人一听好像跟第一行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第一行的搜是只有一拍 然后最后一拍是个空拍 但是在这一拍里边的搜是两拍 最后一拍是密 最后两小节是几和弦 最后两小节是五和弦和一个一和弦的注释和弦 最后两小节是五和弦和一和弦的注释和弦 来单独看一下左手啊 左手最后一行 一和弦一和弦然后五和弦最后一个注释和弦一起下来 咱们听一遍 第二小节还是一和弦 第三小节五和弦 最后一小节注释和弦一起下去 四指和三指一起下去 再来一遍啊 一二三走 一二三一和弦 一二三一和弦 五和弦上去 五和弦上去 回到一和弦 再来一遍 一二三走 一二三走 一二三一和弦 一二三一和弦 一二三三一和弦 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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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加上 记住第一个收是两拍 收 二 第二小就一样 收 二 三 准备 起 一和弦走 做到五和弦 放手一起 接着一个助手和弦 再来一遍 一 二 三 走 再来一遍 一 二 三 走 好 好 这首曲的我们就学完了 我们现在从头一起连一遍 一 二 三 一 二 起 一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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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按正常速度来试一下 这首曲子它是有四三拍的 四三拍的稍微快一点点 还可以弄到高音区来弹 比如说从中音到高音 我们的手臂会觉得舒服得多 连起来听一遍 一遍低音一遍中音一遍高音 一遍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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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首曲子就交到这里 这首曲子同学们练熟了以后 可以在网上找一找一个伴奏 加了伴奏的时候 你曲子还是会更好听的 我给你们找一下 比如说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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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 伴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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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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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